一家过日就业俩 我是又当爹又当妈 你说我这闺女吧 天天也不到忙碌上 四菜操好 赵先生再也不回家 你怎么着 爸 哎 哎呀我天热死我了 我回来吧 回来赶紧吃饭 来来 今儿四个菜 爸我那个红衣服呢 红衣服 你个红衣服那啥 赶紧吃饭 来来来 我那鞋哪是吧 你先别倒鞋了 咱先吃完饭再倒鞋 我着急着呢 赶快帮我找着啊 那成天也忙 你干啥呢呢着急 哎 那个 夏月结婚啊 你早点去 有好酒 谁结婚呢 非得我去呀 你公公要我结婚呢 别人结婚又你去干嘛呀 你 你结婚 啊 放一下 看谁呀爷们啊 他戴啥脸呢 大长脸呢 他 大长脸 我说那你俩 出几天了 三脸呢 真可贴上来了 那他对你打好了 三天就把你给打动了 我们家脸脸 对我那是太好了 又给我铅笔 又给我相提 帮我把长发盘起 下个月就给我 穿下衣 我说这三天也没给你啥正经玩意呢 我说的都是小学的事 你什么臭地形啊 那不过小学中学吗 中学谁到了 你们俩这玩意呢 我是不同意 不是 你有什么可不同意的呢 这啥不同意 你这你俩这婚线大事 要爱不小事 你跟谁商量了 那你当初跟我妈结婚那时候 你跟谁商量了 我起码你得正经我同意吧 你跟我妈结婚那时候 张媚张求我同意啊 没有啊 就完了呢 我看哪张求你去我那时候 我回家 何调推呢 你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 长脸那个脸 到底有多么雄伟和状况 我跟你说 就咱们家的电视 我调成四比三了 我也只能看着鼻子嘴 或者鼻子眼睛 咱脸没看过 鼻子鬼你记住了吧 脸这个问题 一句话我就能给你解决 总之我们家脸的脸 肯定是比你的脸长 比我的脸长 那还叫脸吗 战叔 不是就那么长的脸 姑娘你怎么能习惯得了 不是 那我有什么不能习惯的呢 这不还得拜您所赐啊 我拜我怎么说呢 你想哈 打从我一下声 一睁开眼睛 看的就是您这张 英俊的长脸 之后我在强保之中 你悠着我睡觉 你就悠啊 悠 我就从你的额头 看到这下巴 又从下巴 看到额头 撒了一会儿 淡了点过去了 我睡着了 感情我这脸要是从这头看那头 得十分钟一趟是吧 可以啊 所以现在呀 这个长脸才能入本姑娘的法眼 那个小圆脸 看不了看不了 那不是小土豆吗 希望评委里面圆脸啊 就是这么说 我跟你说 没有啊 姑娘 你 爸爸不同意 老头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就是强词多礼了 我告诉你 今儿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一会儿就去登机 你登不了 会有什么登不了的呢 狐狗摆着我这 老头 你好好看看啊 你那是皮儿 然而在这儿呢 所以我就说 你这个老家巧 已经斗不过我这个小家贼了 姑娘 你一结婚那天我不去 这婚言指定不成立 我不同意 爸 你是不是怕 我结了婚之后 就不孝顺你了呀 那都不是 反正我就不同意 爸 你听我说 你对我的养育之恩呢 我是肯定不能忘的 我跟我们家脸脸结了婚之后呢 一定买一个大房子 然后把你接过去 我们俩一块儿孝顺你 之后你的好日子 那他就真来了呢 乃哥 嗯 那也不同意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我也就不跟你讲这么多了 我今天回来 也不是征求你同意的 我就是回来通知你的 现在我就得走 你自己在这儿好好想想 告诉你 我不同意啊 这不是真的 他要是不参加婚礼 我可能还真办不成 那对 嗯 嗯 五条 啊 生气啊 哼哼 咱姑娘生啥气呀 哼 哪有爸跟姑娘真生气的呀 我都是想同意 再说了 你说也不是你结婚 你这么上心能干啥呢 这也不是爸不同意 他出这题就是我不同意的题 你看 你这 你也别这么的酱啊 这 要不然你看今儿来这么多人 咱也问问大家的意见 好不 好的 用了吗 长脸儿短脸儿都有 怎么让我都能体会吧 谢谢 杨老师 啊 杨老师 别太意外啊 说了 说了 这对我考验太大了 说了 说了 你说我对你脸上的事 你是打开了吗 你爹不去不要紧 我都问你就肯定是同意 我爹不去不要紧 你肯定能到啊 是啊 我不跟你敢爹吗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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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驚呀,这才叫当爹说的话,啊,好好听听 我争取到一票了啊 那个,江淑,江淑,你看,我跟脸上的事儿,有啥意思 我就说他能同意吧,都举手了,你看看,你看看 哎呀,江淑,你这个漂亮的人 嗯,爷爷,你看那个,你说我爸咋这么酱呢,你说他谁 你俩孩子都同意了,我说这个,我说那个,爸呀,你这个事儿不能太嘲碎,是不是 咱们家,毕竟他就往前演,脸脸你过来,来 爸,你看这样,你看你这脸现在就这样,到我这辈子就这样,到他的辈子这样 你说他俩都有孩子啥样 咱们家也不能关要脸,别的不要啊 没事,这就是咱家的长相 行,我明白了,我懂了 爸,你那意思我明白了 哎,这还好 脸呢,来吧 但是,我爸的意见你也听见了 所以,走咱俩登记去 好,谢谢 好,谢谢咱俩听得到你的意见 咱俩听得到 咱俩听得到